在《星辰变》中神界到底是怎样的 为何有那么多的人向往神界呢 在最新的剧情中 青帝成功地度过了神节 而他则是在仙魔妖界停留几天才会去神界 众所周知青帝在仙魔妖界可是最强的存在 当然这里先除去银花姥姥 虽然神界是无数人向往的地方 不但寿命可以无限期增加 就连实力也会慢慢地增加 但是神界其实很不好 除非是关系虎 不然等飞升到了神界 却只能做个苦力 不光是青帝 就连主角团的情语三人也得去做苦力 因为这是神界的惯例 只要是刚飞升神界的人都得去神灵石矿场 为圣皇陛下无偿开矿千年之久 如果在千年内反抗外逃或者违背者 都会遭受到整个神界的追杀 而且在神界内可是很难买房子的 即使你在下界风光无限 但来到了神界 立马会变成穷光蛋 房子你都买不起 神界之所以作为竞争最大最残酷的世界 在这里你没有实力 就混在最底层 如果有实力 就可以安然居住在城池中 如果再有实力 那就可以成为天神级别高手 等到那时候无论你到什么城池 根本不需要出示身份令牌 也不需要缴纳钱财 而这一点简直就是对应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好在秦宇三人背后有势力 让他免去了挖矿之苦和生存的问题 而这个势力正是迷神殿 要知道迷神殿的主人就是神界之人 他为秦宇留下了很多高等神灵石 即使不挖矿 也足够应付这千年挖矿需要上交的灵石了